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经过我们对于线条的测试证明哈内姆勒对于最深线条和中间线条的吸墨能力是更好一些 所以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创作 如果说我需要对于最深的线条中间层次更强调一些的话 可以选择哈内姆勒吧 现在我们做黑白灰细腻度的测试 首先是黑度的测试 如果我们用右眼看的话 看不出这个黑度的变化 但是我们用放大镜来看的话 我们就可以看出来区别 用放大镜看的话呢 能看出它的像素点非常清晰 所以呢 整体看的话 它的黑的部分并不死 它就透气了 现在呢 我们用黑层视条来测试油墨的色彩还原度 我们再对比色彩明度 我们可以看这两个色块之间交界的部分 接下来我们测试一下纸张的油韧性 我有一个简单的方法 就是把这个纸对折 对折以后 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棉纤维的一个状态 由此来断定它的油韧性 虽然都是全棉的板化质 但是棉纤维的质量是有区别的 现在我们是在清华大学的实验室 我们现在在做一个纸张的酸性测试 现在呢 每一种纸按照100克的水 加2.5克的这个纸屑 然后呢浸泡一个标准时间 我们通过一个PH仪来测试它的酸度 热气